司法部周一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质疑德州共和党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划分国会和州议会选区的计划 诉讼称 德州最新的选区宠话地图违反了投票权法 司法部长加兰德说 这份地图基于少数族裔成员的种族、肤色或者语言 拒绝或剥夺了西语裔和非裔选民的投票权 司法部副部长则表示 在一些地方 这些地图的绘制带有歧视性的意图 过程匆忙 完全忽视了德州的人口增长 几乎完全是由非裔和西语裔居民推动的这一事实 该诉讼邀请法院阻止德州使用新版的地图 在2020年人口普查之后 德州新增了两个国会席位 但最新的地图却没有划出一个非裔或西语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 这是今年秋季司法部对德州提起的第二期诉讼 11月 司法部就德州新的投票法提起诉讼 称该法让残疾或者因水平不高的选民 投票变得更为困难 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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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p